新界三會80名選委當選人 即是來自新界分區委員會 地區破滅罪行委員會 以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發表共同宣言 介紹工作方向 唱意見高速公路來解決民生問題 究竟是一條怎樣的高速公路呢? 除了承諾盡力做好市民 及管治當局的溝通橋樑 當選委員亦希望 推動盡快優化新界規劃發展 創建口岸經濟大和創新科技走廊 具體構思又是怎樣的呢? 使用新界的地理優勢 利用它和深圳和大阪區的連接優勢 希望推動政府將新界不是視為一個居住的地區 而是灑造香港第二個經濟新的核心區去發展 如何將我們邊境的一些隔區打通 增加鐵路和公路和內地的考案 是可以相連接 令到包括一些隔區和浩土區 亦都可以做一個重新科技的發展新區域 除了他們的守法意識 我們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是可以在這方面能夠加大力度 對於青少年的防罪守法意識 是能夠做一步加強 令到我們未來的社區是更加安全 市民是能夠更加安心的生活 有多獨立新的一部 的課題 我們來的新聞 新聞 我們來的 ืab 好 我們來的